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我是Joe 我今年做了一堂新课程 叫做用经营公司的思维 经营你的人生 这堂课是要教大家 怎么透过公司经营的知识 来协助个人在职业面 财务面 研发面 人际面 以及行销面 定出一个更有大局观的人生策略 让你把自己当成一间公司经营 并杠杆出最大的可能性 其中一些触及到的问题包含 起心为何不重要 那如果起心不重要 那到底什么才重要 为何一个高度加班的地方 就算给你高薪通常也不划算 为何年轻人没到达特定条件之前 绝对不该斜杠 为何从小的储蓄与省钱习惯 会害了你 那些自觉我的兴趣是学习的这种人 为何在职业上会很危险 为何直销不是经营失业 而是一个低维度的努力 为何政府组织以及学术单位 并不会带给你稳定 甚至还可能完全相反 为何你就算胸无大志 你也必须让自己增长之后 再来胸无大志 如果以上这些问题让你有兴趣 或者是也困住了你 那或许这堂课会非常的适合你 欢迎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 来看到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线上广播节目 我是旧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 职业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 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之前在第148集的节目 那一集的标题叫做提出完美方案 老板还是不满意 可能你搞错了做事的顺序 那一集其实是有一个小女生 她来问我说她要跟董事长提案 那提案之前 她把各部门的老大们都问了一圈 然后把所有部门的需求都考虑进去之后 最后跟董事长提案 结果董事长勃然大怒 我在那一集我就提到 其实在提案的时候 你最应该要做的 你最应该要做的 其实是搞清楚背后大老板 他的意志 他的想法 他的这整个想法其实是最重要的 其他人的意见 反而不是初期最关键的事项 那个概念 那一集上架之后 就后续陆续 有两三个人 他私讯问我 他说 为什么你在那一集说 不用把大家的想法都考虑进去 可是我们做事情集思广益 不是才能想法平衡吗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而且这样不是才比较民主比较平等吗 是这样 就是我们其实从小 我相信大家都 我们一路受到教育 都是提到尊重大家的想法 然后比较民主平等 那这个想法是很OK的 是很好的 那只是我们有些人难免就会觉得说 在工作场域上面 是不是也应该要这样子做 可是我得说 工作场域的状态不太一样 所以你不能完全的直接搬一套用 不能直接就这样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公司毕竟不是国家 它比较像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所在 什么意思 我先讲 国家的状况 我觉得民主平等 然后大家的意见的尊重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出生 国家是没办法选择的 没办法选择的 我们出生在这里 我们就生长在这里 那有些人天生 他可能资源比较多 可是大部分人天生资源 是没有那么充分的 所以像我们这种可能一般人 甚至还有一些人资源更少的 更弱势的 那这样的一个处境下 其实它是很难 就是自己搬去别的地方 对不对 它很难说 我不喜欢这个土地 我讨厌你们这群人 我觉得我的想法 跟你们格格不入 所以我自己搬家 去别的地方 这个跨国之间的移民 其实成本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相对弱势的一个群体 你要迁移到别的地方 这绝对是很难的一件事 也因此 大家既然在同一个土地上面 每个人意见就很重要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认知 不同的知识 不同的财富 其实我们都必须要能够 在同一个土地上面 互相包容 互相相处 你要包容 其中背后的代价 其实就是要去接受 某种程度的一个无效率 无效率就是 可能某些事情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讨论 大家要取得共识 我们要投票 这些其实都是在 效率上面的一个折减 但是这个折减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的声音 都可以被听到 可是公司 我觉得是不一样 因为公司组织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没有任何强制力 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规定 你将来长大 一定要去任何一间公司上班 对不对 也没有人规定 你非要待在哪间公司 甚至公司在现在 它可以成本很低的状况来成立 以现在的法律而言 好像连最低资本额都没有了 也因此必要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设一间公司 好那我刚刚有提到 我说公司其实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所在 你说这什么意思 是这样 就是我举个比较容易懂的例子 就是你可能知道 伊隆马斯克 他开了一间公司叫做SpaceX 那SpaceX要干嘛呢 就是想要发射火箭 然后建立太空旅行的技术 最后希望要飞去火星 所以呢 这个公司背后是有一个梦想的 有一个愿景的 有一个理念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一般人 你觉得 这个概念很棒 我也很想去火星 或者呢 你是一个工程师 你的专长 就是太空飞行相关的研究 相关的技术 所以你是一个这个太空的 这个工程师 或者一个专家 那你就一定很期待 要去那边加入团队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也是想要 从小就是梦想要去太空的人 所以如果一群人 一群都是想要去火星的人 然后呢 大家在这个公司里头 能够聚在一起 然后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哇 那你不觉得这很棒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所谓公司 它其实背后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概念 换句就是让一群有同样理想的人 他们可以聚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 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做出来 这是我所谓实现梦想 可是呢 同样这个概念 如果反过来 你如果不是一个想要去火星的人 你甚至不相信 这个人类有技术可以去火星 甚至是你就是不觉得去火星很重要 无论如何 你就不想去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想去 你大概也不会去SpaceX 这样的一个公司 对不对 可是呢 今天如果有个人 他压根对太空探险就没兴趣 可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被这个SpaceX这间公司录取 结果呢 录取之后 每一次公司开会 他就跳出来反对 他说 为什么你们要去火星 地球有很多问题啊 我们也可以研究农业啊 我们也可以研究网络啊 研究水资源啊 我们可以改善贫穷啊 到这边 你会理解 他是一个好人 对不对 可是你多少也会觉得 这人怪怪的吧 你要改善农业 你要改善贫穷 这很棒 可是你为什么要跑到一个 大家想去火星的地方 然后想要拉他们去 做别的事情 我前面提到嘛 公司不是国家 没有人逼你 非要留在哪个地方 公司开市上面 也没有门槛 如果你跑到了一个 你不能认同价值观的地方 然后非要改变别人 非要提出想法 其实最后啊 你自己很辛苦 你自己很困扰 但是别人其实也一样 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啊 公司其实很多元 你看啊 有公司觉得隐私很重要 我们要尽一切力量 来保护大家隐私 可是也有公司 像Facebook 他会觉得使用者是愿意 拿出他们的隐私 来看广告 可是呢 来交换 使用一个免费的社交平台 那你说哪个对 我觉得我也很难说哪个对 我唯一能说的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世界观 然后他们反映变成不同形式的公司 可是呢 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元的公司 大家想要做的事情 大家有的梦想 也这么多元 所以如果你去了一个环境 你发现 我没办法认同这群人 我不能认同这个理念 我不能认同这个方向 那很简单 那就换一个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公司 他一开始 他就不需要想法过度兼容并序 我觉得这是不需要的 因为 你想要 你就做你想做的事嘛 好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 可是就 万一 我确实是想去火星啦 可是我发现这个高层 或者管理团队 他们有些决策可能不对啊 难道我不能表达我的意见 我的想法吗 可以 绝对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涉及到两个层面 到底是道德层面的不对 或者是经营层面的不认同 好 所谓道德层面的不对 就是说 比方你去了一个食品公司 然后公司 他用这个造假的食材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回收油 或者用诈骗的方法来交易 这个确实不能认同 那我会建议 如果你不能去撼动这个决策 那你一样 应该要赶快离开 那当然 你提出意见 提出意义 这个在道德上面 这是正当的 可是啊 我自己看到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矛盾 就是大部分人会想要提出意义的 其实反而都是在老板的决策方向 或者经营层面的不认同 我的意思是说 比方说他可能进去了一个做内容的公司 他也确实想做内容 可是做内容有很多形式 可能是做一个文章平台 新闻平台 可以拍影片 可以做YouTube 可以录Podcast 对不对 甚至可以拍电影等等 假设这个内容的公司 老板 他的梦想就是要拍电影 可是呢 这个也做内容 他可能文字能力很强的 声音能力很强的 他觉得说 我们同样的内容 我们为什么不做成Podcast更好呢 于是变成他跟老板的冲突在于 他一直 他一直想要说服老板 来做他想做的东西 那我是觉得了 充分讨论 这没有问题 因为市场这个千变万化嘛 有时候你有一个什么好点子 你也因为分享出来给团队 分享出来给老板 那我觉得这很棒 你有可能你的团队 你的老板 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好东西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要小心的一个点在于 如果今天 以我自己而言 如果我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 我不会过度的把每个人的意见 都考虑进去 因为就像在之前那一集 如果董事长指派我做一个新产品 我不会先跑去问一轮大家的意见 我会先搞清楚董事长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如果我问一轮大家的意见 你会发现大家给我的意见一定都是分歧的 有人觉得podcast很好 有人觉得要做粉丝页 有人说要有like ad 有人说要真文比赛 对不对 有人说要投电视广告 什么都有 五花八门 可是如果你说 因为大家都有想法 说我把它全部放进来 变成一个大杂会 变成一个什么都涵盖的内容 然后想说我这个叫做民主 这个不是的 这绝对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这一类经营上面的旗舰 手法上面的旗舰 其实讨论也好 吵架也好 都吵不出结论的 你说podcast比YouTube好吗 不一定 对不对 你说写文章一定胜过于真文比赛吗 也不一定 所以这一类的吵架辩论讨论 你最后很难会有一个明确的 明显的结论 可是你如果说 因为大家都有讲了 我全部都要放进来了 那你就一定又会变成资源分散 然后最后就会产生一个 不伦不类的方案 好那你说 那到底谁的答案是对的 我告诉你 答案还不是老板 答案是市场 好那市场对 那我们不是就应该要做一做吗 这里又卡到 你又没有那么多充分的资源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做决策呢 简单讲 到底背后的梦想是什么 举例来说 我刚刚提到 这个老板 他可能就是想要拍电影 那其他的东西都是跟电影行销相关的 所以他核心的资源 就应该要投在电影这件事情上 对不对 所以他想要拍一个剧本 他觉得很棒的电影 你认同 你不认同 他都会想要拍 可是 你如果不认同 拼命说服他去拍另外一部 那我觉得这就不对了 因为你讨论半天 不会讨论出哪一个剧本 到底真正主观是好的 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谁也没有把握 他的想法一定好 唯有这个东西 遭遇了市场的洗礼 不管是说 我们能够事前 取得一些市场的回馈 甚至就是拍出来 放到市场上 看看他能不能卖座 对不对 但是无论如何 这种主观的争吵 吵再久都没有结论的 没有卖座数字 谁知道哪个更好 可是呢 可是呢 如果我们真的要得到市场的回馈 你商号就得要投资一些东西 无论你是做出一个最小规模的产品 或者你真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在市场上面验证 这个总之都是要花时间 都是要花钱 好 今天假设 你进了这间公司 你觉得 老板想的这个剧本很烂 大家也都觉得很烂 可是你的老板如果就觉得 我就愿意拿我的钱 拿我的面子去借钱 然后我就非要把它做出来 那我就会觉得 那理所当然 如果他都愿意砸钱了 他都愿意花时间 他都愿意投资源了 不管今天这是理性的分析 这是赌博 那他绝对有权利 把钱选择要赌在哪里 他愿意听市场很好 他愿意听你们很好 他愿意听专业那很好 可是他如果就是质疑 要赌在一个胜率很小的一个地方 这其实也绝对是他的自由 所以呢 其实接下来选择就很简单 你就想想 你自己认不认同 你认同 你觉得有机会 那你就一路跟着 把事情做完 大家攜手同心 把东西做完 那最后 如果市场觉得很赞 大卖座 那愿意赌的人 当然就会得到 很好的回报 那当然 如果反过来 市场其实不认同 他们根本没有赚钱 那他们赔光了 这也是愿赌服输嘛 大家为了梦想赌一把 最后无论是好是坏 那心甘情愿 我觉得这最重要 可是呢 我觉得最糟糕的是什么 你去了一间公司 老板愿意扎钱去赌 然后你心里不以为然 结果呢 你也不离开 然后呢 你在里头继续 可是呢 在里头也不是认真 支持他们 就扯后腿 然后三五五十就跳出来 你看我早就告诉你们 这样是不可行的吗 你不觉得这就很可恶吗 这就前面提了嘛 一群人要去上火星 就你一个人跳出来说 其实农业问题也很重要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 你知道谁也没有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好处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甚至呢 你可能在这个其中 你觉得可是就 我真的觉得我的点子很好 比我老板 比我其他的同事好一百倍 那我就会觉得 你如果在这个状况中 与其你拼命去说服别人 那这是自由市场啊 你也可以拿出你的钱啊 你也可以去借钱啊 你也可以去募资啊 来成立一间公司 然后你去招募那些认同的 跟你理想相近的 梦想相同的 目标相同的 然后一起来读你的点子啊 如果你能够好好的管理 好好的调度 你做出一个更优 更棒的东西 跟市场证明 跟你的前老板证明 那你不觉得更棒吗 而不是只是嘴上说 我这个点子很好 然后叫别人拿钱出来 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境中啊 我就不认同了 在这个情境中 我只认同愿意赌的人 出钱的最大 好不是说什么花钱当大爷啊 而是你真的相信你自己的梦想 你相信你的点子 你相信你的认同 那你就要拿相对的代价出来来支持 你不愿意的 那当然我们就只能去支持愿意的人 好这是我的逻辑观 这是我的一个世界观 那听到这里可能也有听众会说 可是就 你讲的是可以 可是我现在没钱啊 所以我只好去某公司上班啊 难道我这个因为我没资源 所以我就没选择吗 我就只能去逼做自己我不喜欢的事情 其实不是的 无论你手上有资源还是没有资源 你始终在现在这个世代 都还有选择的机会 你以台湾而言 有台积电这种世界级的公司 也是有各种地方的小公司啊 有做食品的 有做内容的 有做电商 有做3C的 有做软体的 有你知道无数的选择 你想拍电影 有很多电影公司 你想要做这个YouTube 有很多做YouTube的公司 Podcast有很多做Podcast的人 所以我想说的是 大部分的人选公司 就选一个薪水高的地方 然后去了那边 然后觉得 我不认同 所以我要改变你们 我觉得这不对的 你要选公司 你要选的是 能够跟你去一致地方的 老板跟你认知理念相同的 所以你才会找到一个 你能够真心认同的团队 然后你跟大家一起达成梦想 你不觉得这才是 工作上面很赞的一件事吗 而不是呢 你去了一个地方 然后你觉得你比别人更聪明 然后你努力想要影响他们 改变他们 然后你也不愿意拿资源出来 读你的梦想 那我觉得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的人生 卡在一个不快乐的境地中 那当然也有人说 Joe你今天讲的也有道理 可是一开始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现在选错了 老板的理念跟我差异真的很大 然后我也不觉得我可以撼动他 然后我也听懂了 我觉得我也不值得去撼动他 好 那很好啊 你永远可以离开 我一心就是觉得 一个团队 大家应该都要有共同想去的地方 有人不认同 然后也不能说服自己认同 那就不要努力 那就不要勉强 如果你没办法说服自己 你就不要勉强 否则呢 你勉强待着 你当少数 然后呢 你痛苦 其实别人也痛苦 而且呢 反而降低了公司追求梦想的效率 既然如此 你何必非要待在一个你痛苦 然后也造成别人痛苦的地方 这没有意思嘛 对不对 你不想去火星 你就不要去SpaceX 你不认同这个Facebook的隐私权的想法 你就不要去Facebook 你不认同Apple做一个封闭式的系统 你就不要去Apple 那就算你一开始没搞清楚进去了 你也永远都有自由 可以去别的地方 可是呢 我最不认同的就是 你跑到了SpaceX 然后你说 你们不要去火星 我们来做社交平台 你跑到了Facebook 你说你们不要做社交平台 我们来去火星 其实你就是绊脚石嘛 你就是人家梦想途中的绊脚石 这就太没有意思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讲到 在公司的经营层面上面 重点真的不是集思广益 所谓不是集思广益是说 不是每个人的意见 你都要去收集 然后什么都做一点 然后以为这叫民主 不是的 而是你应该要让这个公司 你要把它想见 是一群认同某个产品 认同某个理念 认同某个方向的人 然后大家群聚在一起 把那个东西做好 可是呢 刚刚也提到 如果真的就是 比方说大家集思广益 你发现哇 每个人要的东西 真的差异很大 这其实也是一个警讯 不管今天收听的 你是一个这个职员 或者你是一个老板 这个其实都是公司 经营上面的警讯 表示里头的成员 大家对最终要去哪里 要做什么 有着非常大的一个 你知道彼此的不认同 现在大家可能 没有什么冲突 明显爆发 可是时间拉长了 很难讲 所以你是一个主管 你反而要想的是 所以我应该要在文化上面 认知上面 做某种程度的一个调整 甚至是你应该要能够 更精准的筛选出 谁是真的想跟我去火星的人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组织中 我们不需要兼容并序 不需要有人觉得去火星很酷 有人觉得这个做营养午餐很酷 有人觉得做社交平台很酷 不需要 我们就是应该要思考 我们在达成这个梦想的途径中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角色 能够帮我们一起 最快的达成这个梦想 然后我们一起设计出 能够达成这个梦想最好的流程 然后最后 我们大家开心把它做出来 也因此 谁要承担最后胜败的责任 谁该做最大的决定 意思就是说 我要拍部电影 我要砸钱 砸十亿 我愿意拿钱的 好 那我当然拥有这个决定权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次的节目中 我才会告诉那个小女生 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背后大老板 最后他真正想要什么 而不是问了一群其他 没有最后要承担责任的人的意见 然后包裹一个什么都有的提案给他 你包裹出来 当然他会不开心 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这样 谁承担责任 谁有决定的权利 最好的就是这个环境 大家都梦想一致 大家能力互补 我们都想去火星 我们互相支援 那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公司 你在里头 你会得到你的梦想 你也会帮助大家得到梦想 我们不会到处提出一个 互相矛盾冲突的认知 我们不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想法跟方向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中 就会真正的梦想实现 所以呢 你自己找工作的时候 你要想的是 我是不是去了一个对的地方 这个就是对的地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我们大家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必备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